今天给大家分享北方人早餐最爱吃的水煎包作画 不揉面不擀皮 外皮金黄酥脆 馅料鲜香味美 老好吃了 先在大盆中倒入300克面粉 加入3克酱母粉 3克白糖 出净酱母花酵 然后用200毫升的温水来和面 边倒水边搅拌 做水煎包的面团 要和的软一些才会更好吃 搅拌到像这种比较粘手的面团 不需要下手揉面 用筷子多搅拌一会儿 直到没有面疙瘩就行了 盖上保鲜膜 饧花两倍大 下面准备一块猪肉 先切成片 再剁成肉馅 放入大盆中 接着加入葱花 姜末 盐 胡椒粉 去腥增香 一勺五香粉 适量的生抽 少许的老抽上色 再放点蚝油 先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让肉馅都吸收调料 然后再分次加入泡好的花椒水 调肉馅时打入花椒水 能使肉馅吃着更鲜嫩 不花财 充分搅拌到肉馅吸收 再加入下一次 直到肉馅搅拌到有粘稠状 放在一边腌制一会儿 下面准备一把洗净的韭菜 先把根切下来 剩下的部分全部切碎 直接晃到肉馅中 接着淋点食用油和香油 再充分的搅拌均匀 馅料就调好了 这会儿咱们的面团也花起来了 里面都是红窝状 面垫上多撒一些干面粉 放上发好的面团 稍微揉一揉排出里面的气泡 再整理成长条 切成大小均匀的面积 拿一个面团 用手按扁 边缘捏的薄一点 晃入适量的肉馅 对折起来把口捏严实 再用扶口挤一下 生胚就包好了 电饼秤先不要开火 晃入包好的生胚 盖上锅个 二次醒花10分钟 接下来调个面混水 杯子中是250毫升的清水 加入15克面粉 搅拌均匀 想要做好的水煎包底部更酥脆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哦 看一下醒好的生胚 用手按一按立马回弹就可以了 开中火预热 先煎上两分钟 看一下底部煎至金黄厚 倒入嚼好的面混水 水的用量没过包子三分之一出就行 然后盖上盖子用大火 把锅中的水分收干 这个时间大约需要用10到12分钟 闷三分钟开盖 最后撒上一点黑芝麻和葱花 点缀一下 每一个水煎包都特别的渲染 底部金黄酥脆 还带有冰花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这样咱们的猪肉水煎包就做好了 上面松软凉了也不硬 掰开里面是满满的馅料 凉口一个 真的是好吃的停不下来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做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